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总理大人 迎接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请孙先生下车了 知道了 孙先生 请 好 各位 请 请 欢迎 欢迎孙先生 欢迎孙先生 欢迎啥 你称转 欢迎孙先生 欢迎 Bruno Bruno resurrection 欢迎孙先生 欢迎天王 欢迎 欢迎 欢迎先生 请 各位 请 快 快 放下 放下 累坏了 在我们老家翠亨村那儿 就是再有钱的华侨办红白喜事啊 也没这个阵势啊 太累了 牟贞啊 太累了 我知道 我知道夫人一定很累 但是明天会比今天更累 所以你啊 要抓紧时间休息 好吗 嗯 先生 先生 夫人 先生 袁总统排专事送来了一份请柬 他说 要在总统府设家宴 欢迎您和夫人的到来 请您和夫人务必立临 好 知道了 那我走了 怎么样啊 一线 我就不去了吧 去吧 既然来了 我们就恪随主便 请 他们来了 孙先生 欢迎 欢迎 欢迎啊 赵先生 中山先生 一路辛苦了 好 好 袁大总统 这位就是孙中山先生 孙先生 这位是袁大总统 孙先生 这位是袁大总统 孙先生 九闻大鸣 真是如雷惯耳啊 欢迎你到北京来 谢谢袁大总统 给我这么高的领域 非常感谢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是我的夫人龙沐珍 欢迎夫人 你好 这是宋爱林小姐 你好 欢迎 这是居正 欢迎 欢迎啊 这是马星 你好 欢迎你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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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生 这是我的夫人 夫人 你好 见到你很高兴 这是我的犬子克定 孙先生 你好 辛苦了 这是段祺瑞总长 孙先生 你好啊 久闻大鸣啊 岂敢 岂敢 孙先生 孙先生 你好 这是我的六姨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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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总统的礼节 很周到啊 谢谢夸奖 这边请 请 龙夫人 请 按照我们翠亨村的规矩 叫客随主便 于夫人请 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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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夫人都不要让了 我们一块进总统府吧 卢阿姨 就按于夫人的侍女说的办吧 好 娘 我们走 孙先生 一路辛苦了 好 这边请 好 咱们去 住 这边请 搭 搭你今天接着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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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生来了 来了 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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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呀 孙先生 这次您来北京 准备待多久啊 说一下吧 记者朋友们 这样吧 我呢 就委托 居正先生 带我回答大家的提问 谢谢 孙先生 居正先生 记者朋友们 记者朋友们 好 孙先生 我来回答 居正先生 居正先生 记者朋友们 孙先生此次北上的宗旨及证件没 一 一 男女平权 二 大体道计划 三 南北不可分离 四 大局急求统一 五 暴剑夷造成健全政论 我想这也是迎历史潮流而动啊 是啊 历史潮流谁也不能阻挡呢 太阳先生 今天参加国宴的 可是南北名流汇集啊 是不是 是啊 不然没法跟大家交代吧 袁大总统和孙中山先生到 孙中山先生 谢谢 谢谢 有道 好 孙中山先生 太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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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先生你应该很熟悉吧 太阳先生跟我有八百之交 而且 而且我们还一起反对过康粮保皇党 是这样吧 太阳先生 不错 尽管我们以往有过争吵 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我们谁都不会在乎 在谁的麾下与谁相聚 不是吗 我听说袁大总统 聘请太阳先生为政府的高级顾问 还给你颁发了一枚勋章 其实袁大总统给我的职务 比起孙大总统许诺给我的职位 只多了两个字 高等 但都不会改变我张太阳的 疯癫 睿智和特立独行的信仰和思想 孙先生 我还准备任命张先生为东北三省 筹编使 好 祝太阳先生齐开得胜 孙先生 你看看 很多都是你的老部下或是老朋友啊 今天啊 我们又变成相赞我的助手了 我要感谢孙先生啊 来 孙先生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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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 孙中山 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是靠嘴皮子上的功夫 可近日一见 此人的头脑 非同一般哪 他心胸如海 我手中有二十万重兵 但在他的胸中 有百万凶兵 我袁某人 只能看到中国的过去 可他 却能看到中国的未来啊 那些大才子们 还只能看到西洋列强的好处 而他 却已经 看清了西洋驻国列强的弊端哪 我看今天 我们在座的 谁也比不上他 父亲 您言过了 他要是真厉害 还能把大总统让给您哪 你懂什么 他的高明 正在此处 大总统说得对呀 孙文此人深不可测 他屡战屡败 可是越败呢 威望还越高 他江山在手 可以拱手让给我们这些昔日的敌手 这 现在呢 他是一介平民 可他 却还敢孤身 北上京城 秉军 世上的人我可以谁都不怕 唯有此人 我是不得不防啊 能载我的是他 能负我的人也是他呀 对付他 只有一个字 杀 嗯 嗯 抓 不对 那 监视 哄 他要做什么 我都顺着他做 他不是要修二十万里铁路吗 别说二十万 就是修二百万里铁路 我也要答应他 禀君啊 在 这件事情 你要万分地上心哪 睁大了眼睛盯着他 你脑袋这根神经 要绷紧咯 是 这又这样 我原貌人才能放心哪 大总统 我倒有个主意 您不是答应他修铁路了吗 干脆 就让他呀 上国外考察 这样 他不就离开中国了吗 嗯 嗯 好主意 这尊菩萨 供得越远越好 孙中山在北京逗留近一个月 与袁世凯会谈共识三次 袁世凯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 支持其在全国修二十万里铁路 同时 受黄兴陆军上将军线 任命其出任汉越川铁路总办 孙中山终于上了袁世凯甜言蜜语的档 正当孙中山离京赴各地调研修建铁路时 国会选举拉开了大幕 自民国成立 迄今二载 纵观国事已无疑善状可恕 现在接到各地报告 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 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即刻得很 一定要勾心斗角 设法来破坏我们 陷害我们 我们要警惕啊 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怕 他不久的将来 荣获有撕毁约法 背叛民国的时候 我认为那个时候 正是他掘坟墓 自取灭亡的时候 走 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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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凯 好消息 来来来来 快坐 来 快坐 怎么样 选举结果出来了 是 我们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 终于战胜了袁世凯 以前权为吊尔的会选 你看 我们国民党在中参两院当选为议员的 共三百九十二人 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 合计才二百二十三人 这次我们终于胜利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共和 终于可以掌握在我们手上了 他宋教人 凭着一张嘴巴 得了三百九十二戏 而我手里握着中华民国的各种权力 才得了二百二十三戏 他比我多了 比我多了 父亲 多了一百六十九席 这些席次是来自于 两江 还有两湖 广东 广西 还有贵州 而我们只能在北京占有事 这是为什么呢 客丁啊 你们是怎么搞的吗 父亲 我使出了浑身细数 杨渡 孙宇云等人也想了各种办法 可是 输了 对吧 是 都想了哪些办法 一 福报选民 入江都一县多至十余万人 二 售买选票 初选一张选票最多二三十元 复选每张五百元 三 造票 逆票 抢票 毁票 可 还是输了 杨渡 孙云这些秀才们 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怕什么 儿知道啊 如在安徽一地 儿就临时改派吃粮人 带凶火多人 身着军装 手持手枪 分布投票所内外 对那些参加选举的人进行威胁 可就是 还是输了 啊 是 大总统 大总统 杨渡无能 选票失利 特来请罪 徐子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起来 徐子 这怎么能怪你呢 江南大部分省份 对我这个大总统不了解 再说 咱们也无法掌控 边区的选票啊 杨渡辜负了大总统的一片厚望 不说了 不说了 你和宋教人是同乡好友 你说 他接下来 会做些什么呢 宋教人接下来 他宋教人 就是想当大权在握的总理了 嗯 我们河南有一句俗话 他宋教人 是做梦娶媳妇儿 静香没事儿啊 大总统还是应该预作服案哪 我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 他一个小小的宋教人 成不了什么气候 嗯 西子 你说在宋教人的心目中 这个有名无视的大总统 应该是谁呢 据大总统的高级顾问张太炎先生说 宋教人主义于 黎元洪 这么说 宋教人这次去山海 是一定要在武汉会见黎元洪呢 一定是 可定 告诉内阁总理赵禀军 立即电告设在武汉三镇的探子 让他们及时准确地 掌握宋教人和黎元洪会见的情况 报告 黎副总统 您的客人到了 请 黎副总统 感谢你与百忙之中约谈 你可是今非昔比啊 此次选举你获得了大胜 若按照你所立主的责任内阁 那国家的大权 很快就转到你的手上了 请坐 请 先生不愧是靠造反起家的革命家 连元大总统都敢直呼其名了 这在欧美驻国是寻常事 再说 他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一旦落败 不就是和平民一样的袁世凯了吗 那你有这个信心吗 不是我有信心 而是他袁世凯的政绩实在是太差了 一年换了三届内阁 且都未经意愿的批准和推举 包括昔日的皇帝 有什么两样 那么这次 你们准备推举谁为大总统啊 是不是还要把 在日本考察铁路建设的孙中山先生 请回来啊 中山先生已经公开表态 希望选袁世凯为大总统 那就是 主义黄可强先生了 是阁下 不 那又会是谁呢 我正是为此事 伤请黎副总统的 黎副总统 您还没有看过 嘲笑孙武的这篇文章吗 你说的是 是哪篇文章啊 是革命同志之内阁的时评 该问嘲笑孙武 你集合共和党的民社党 国民党中的同盟会员为一团 举黎元洪为总统 黄兴为副总统 以宋教人为内阁总理 而自己为陆军总长 都是些无稽之谈 不 我可以坦诚相告 我和克强先生也认为 总统一席 非共莫属 这个话题 就到此为止啊 那宋先生下面还有什么计划呀 东下 南京 上海等地 继续进行 最后的选战 宋教人哪 宋教人 我袁某人对你不薄啊 父亲所言极是 我记得 陆内阁风潮之后 您曾希望由宋出任内阁总理 对此 孙中山 黄兴 也是赞同的 可他竟然说 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义 大相刺谬 坚持不允 那是他不愿意在父亲的领导下 任内阁总理 后来他南下回乡参加议员竞选的时候 我曾赠予他五十万元支票 可他不为所动 将支票闭还 那是他不愿意受政敌以禀 我在第一 第二 两届内阁之中 还任命他为农林总长啊 父亲 要知道 宋教人的胃口大着呢 他向取我而代之 做梦 就说他们定的内阁 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 我公开说过 到我退老山林 诸君再谈组织内阁吧 父亲 可这次宋教人走的是法律程序啊 那有什么怕的 这次我一定要让宋教人知道 若正式政府成立 选我为大总统 国会新定宪法 对大总统责任权限过于苛刻 设有意外干涉 与不从其咎 他这次 可是抬出了黎元洪和您唱对台戏啊 这是我最担心的 是 李元洪在处决张震武方维案件上 与我结下了不解的死结啊 李元洪手里的四镇六万多 装备精良的新军 一旦和宋教人的革命党结合起来 那是一支难以对付的武装力量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告诉赵禀军 明天上午 他务必赶到总统府 我要见他 禀军 在 你收拾收拾 准备搬出总统府吧 大总统 是不是 兵军有什么事情 做得不合您的意 意 你是我最满意的内阁总理了 你不认识了 有人不让我们干了 我也要搬出 总统办公室了 谁 您告诉我 我马上收拾他 国会 你收拾得了啊 兵军啊 坐坐坐 你猜猜看 你猜猜看 在国会里 是谁反对我当总统 谁的煽动性最强 谁的席位比我多呀 那当然是刚刚成立的国民党 你 你看 你看 你白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局长 怎么着 内阁总理做美了 高枕无忧了 净成美事了 大总统 我 大总统 您别说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兵军 有多少把握 万无一事 我们去 五十二 将来 九十二 娘 叔叔承讯 好 来 来 去看票 来 来 去看票 来 进去吧 来 进去吧 现在 票拿好 一路平安 来 来 带一个 后边再把票都拿出来啊 来 票 把票都拿出来啊 这个是最好 来 这个是最好 来 这个是最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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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了 杀人 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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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颗子弹已经全部取出来了 由于伤及肾脏 大肠等部位 我们也不知能否救得了他 保佑先生 你听我说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 是啊 你们求你了 医生 大家冷静 大家冷静 这样吧 宋先生已经醒过来了 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他 好 好 好 走 走 走 叫人 可 江兄 余大胡子 你说 我听着 我诛你三件事 你说 一 我所有在南京 北京 及东京寄存之书籍 悉数捐入 南京图书馆 二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年迈的老母亲 革命这么多年 未能够在 在老母亲身边尽孝 实感 愧疚 在我死后 在我死后 请可强兄 与诸公 为我照料 诸人 拜托了 三 诸军 结党继续革命啊 误以为孽 而放弃 自己的 责任心 放心吧 我和可强等同志 一定办到 哦 我为调河南北 费尽心力 美夺物界 甚至被造谣中伤 人民不知 不知原委 但是 为了民国 为了共和 可强 可强 我就是 受再多痛苦 也理所应当 死亦 何悔 可强兄 请你报告袁世凯 我被赐的经过 我宋教人 自受任以来 一直洁身自爱 最寡国之魏惑 从未结缘于私人 经政不良 其人改革 以众人道受功力 不敢有丝毫权力之 见存 然而 如今 国本未顾 名福不增 聚而撒手 时事 时事 死由于恨 乔徊 少说两句 先休息片刻 不好 不好 我希望大总统 能开成喜 不公道 在岁死之日 有生之年 灵死 哀咽 尚棋 见 见 见 那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让让 先生 黄兴集电 马下 收拾好行李 咱们立刻回国 是 大总统 看得好入迷啊 真是太美了 如果早几年动手 这皇宫的主人就应该是 禀君 不要乱说 是 快告诉我上海方面的新情况 大总统 上海发来密电 宋教人已经浑游苍穹了 可强 看吧 《迷离报》 出版了宋教人被刺杀的专号 好 谢谢您为叫人之死 套个公道 承办人可靠吗 绝对可靠 在上海负责目前指挥的 叫洪树组 大总统 这个人您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早年她是台湾巡抚 刘明船的幕僚 民国后 在你的内务部 当秘书 对吧 对对对 具体承办人 具体承办人 叫英奎成 此人 原是上海滩的帮会头目 后来跟着陈其美 任都督府的谍报科长 再之后 又被孙中山委任为 总统府卫队司令 可是不久 就被查出有贪污之嫌 孙中山将其斥可 再后来 我想起来了 就在不久前 是我任命她为 中央特派住户的巡查长 对对对 怎么样 可靠吧 可靠 不过 具体的执行杀手 是谁啊 是一个叫 武士英的人 此人 只要有钱 什么都干 就知道吃喝嫖赌 天天和妓女混在一块儿 可强 孙先生 自日本发来集电 要我们务必查出凶手 找出原因 告诉中山先生 请她放心 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实处 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实处 感谢观看